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有什么后续的站牌的活动 所以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觉得他们还是要去强化做沟通跟说明 难道黄复兴党部不在了吗 下架吴思怀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而我们看到上万名加入国民党呈现什么的情形呢 真的一切为败选做准备 吴韩之间的斗争已经是白热化了吗 最新情势李明显也加入我们现场 来我请教的是温朗东 要求下架这个影片 我们看到中国的合作厂商好像大有来头呢 可是我们看这个影片 拿到这么多网友相名的肯定 必有他成功的地方 来温朗东 没错只要跟中国沾上边的话 自由就会丧失了 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波特王或者是Mars他们声明看得很清楚 他们既不是民进党的 也不是所谓的僧侶分子 他们就是做这个生意 结果没想到中国方的态度 让他们非常的愤怒 才感受到了民主的可贵 可是回过来看 中国方的徐州自由自来公司 背后一开始创办人 就是这个很红的 这个Puppy醬 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红 大概排名的第二第三名左右 那其他背后的资金来源在哪里呢 这个Puppy醬 他透过他创意的这个影片 在2015年底的时候 他原本只是一个个人创作 一个自由人的一个身份的创作 然后呢到了2015年底的时候 开始爆红 接下来2016年的时候 中国另外一个知识型网红 罗吉思维要入股他 然后呢他也呢 这个开了第一次的直播 然后直播过程中 有4000万次的这个点阅 甚至收到上百万的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捐献 但是后来罗吉思维跟他拆夥了之后 结果没有想到 接下来呢到了2017年的这个时候 他呢组成的这个太阳川河文化公司呢 里面得到了这个 广大文化创意 1.2亿元人民币的这个融资 广大金控的文化产业基金领头 哇这个广大金控就大有来头了 他是国家企业 中国的国家企业 创办人王光英等下会介绍 他的资产有多少呢 人民币3兆5000亿元 真的是富可敌国啊 那更重要是这家公司是全中国第一家 在香港的这个公司 所以你说为什么他会那么厉害呢 因为他创办人王光英的这个妹妹 就是刘少奇的老婆啦 他过程当中还曾经在四人帮的期间的话呢 这个王光英还坐牢了好几年 然后后来到80年代初 在平反创造了光大这个集团 这是非常标准的中国的一个企业 这个中国企业他也跟向欣 还有这个所谓的贡敌王立强有关 因为王立强就有提到中国创新这家公司 你看他网站上看到 第一个是向欣 他是这种负责人 第二个陈昌毅 他的另外的一个身份呢 就是光大这个证券的这个董事 所以你会发现是说 其实这一连串的这个阴谋 都已经串在一起了 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现说光大 他还有创了这个光大瑞华这个子公司 这个子公司呢 他做什么呢 非常多元的投资 更包含了媒体上面这个投资 就是这个芒果TV 芒果TV这个芒果呢 是湖南卫视的一个 唯一的网络电视品牌 那湖南卫视有多大呢 中国第二大 亚洲第二大 更上面的就是中央 这个中央电视台 所以这个芒果TV你看 其实很多人都有看过 台湾很多年前都看过 他不知道背后这个关系 湖南广播电视台 他的亚洲第二 他现在在YouTube上面 有347万订阅者 更重要的是说 YouTube是中国人 要翻墙过去才能看的 所以这里面很多台湾人 马来西亚人 香港人都在看 里面最知名的一个节目呢 就是叫做我是歌手 就是在这个我是歌手 这个频道当中 你会看到说 非常多 包括韩日说的 没有来高雄的邓子齐 然后还有呢 这个他其他的一些节目 点阅率大概从 4000万 2000万 2000万左右 乍看之下 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活动 就是一个演绎的表演嘛 可是这个演绎表演 是中国它统战 渗透的一种方式 怎么讲 透过国家计议院 去掌控了这些媒体之后 这些媒体他会不会邀请台湾艺人去 会 可是这些台湾艺人 只要在那边讲到任何一点 影响到他们所谓认为的 一国两制 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时候 直接被封杀 直接被踢出去 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呢 就是呢 这个香港的歌手张靖轩 他张靖轩他出生在广州 在台湾也有相当的一个知名度 他过去的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说呢 他反国教事件 因为中国希望把香港的全部都变成 他们讲所谓的普通话 不要再讲香港话 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 引起香港的反弹 在2012年的时候 这个反弹就出现 他就是跟王之锋去握一个手 更包含是中国网友起底 说他当初这个张靖轩的这个 就贴了一些文说 对岸的同学加油 他讲谁 台湾的太阳化这个事件 更包含的是说他起底的这个 言论审查到什么程度 他连破一篇 我爱北京天安门 张靖轩他这样破 也变成为被公干的一个对象 也就觉得说 哇你怎么能踢到天安门 这个词变成这个完全的这个禁词 真的是太离谱了 那所以接下来呢 张靖轩他就被迫的 有写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 跟中国道歉文 然后说我身在广州 有中国人的骄傲 爱音乐爱唱歌 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行为 这是我的原则 我是一个中国人 但他破完这个之后 他依然的从我是歌手 整个节目里面被踢出去 直接被删除了 所以你会发现是说 中国但是被光大集团 他一手去控制到中国创新 中国创新跟象星之间的 共谍的这些关系 也跟包含是说 透过新媒体湖南卫视 持续的在对台湾进行渗透 所以中国是台湾一个最大的差别是 台湾像是刚刚看到波特王这节目 其实有些朋友他可能比较保守 他不喜欢 或者是他更进步 他觉得波特王这样子 可能不够尊重女性 但是这些说法都对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言论自由社会 各方的说法 大家都可以讲出来看争取认同 可是唯一的差别是说 如果你在中国 一个Pubby奖 他原本就是一个大学戏剧系的女生 好不容易把他创意 弄出了一个公司 叫做自由自在 那个是他内心中想要达到 却达不到的渴望 因为在中国就是没有自由 也没有自在 是 如果我可以访问习近平的话 我出现刚刚波特王的一句话 苦林大哥我的下场会是什么 欸 炮绝吧 哈哈哈哈 来 所以这样的公司合作方 叫你下架 那我看也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他们呢 也很霸气回应 那就解约吧 背后强烈的国企 包括中宣部真的出手吗 来 张玉沙老师怎么看 因为其实我也分享一下 年轻人喜欢挑战权威的心态 我最早看到周明轩的这个影片 是我的一个女学生传给我的 我看过的时候 他会说老师你看完了吗 我说我看完了 你有什么感想 我就说啊 我故意反串问他说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男性化妆吗 或是呢 擦口红吗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 老师你上前面不化妆吗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问他说 你可以接受男生穿高跟鞋 或是穿裙子吗 他反问我说 那老师你喜欢看女生穿裙子跟高跟鞋吗 我说我很爱啊 那你穿穿看嘛 这就是年轻人的想法 也是我们性别意识啊 教育成功的地方 刚才呢小薰所说的 还有呢朗东所说的 为大家做说明 相对于台湾的自由民主开放 昨天呢我也跟搞文创的 搞艺术的朋友聊 他们先决条件说什么呢 什么是创作者的阳光空气河水 就是自由 如果没有自由的话 你是抹杀他们的灵感 或是呢毁掉他的灵魂 那我们来看看啊 中国这一年多以来 在美中经贸大战呢 非常紧张状况之下呢 中共究竟做的哪些事情呢 那这些事情 如果拿来做对比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年轻朋友 会更有感的 首先呢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中宣部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低级 高级黑或者低级红 高级黑跟低级红 不就是网红必要的条件吗 什么叫高级黑 我们示范看看 给大家看好了 高级黑的历史是啊 韩国瑜苦民所苦 韩国瑜做事最认真 这高级黑吧 什么叫低级红呢 韩国瑜是民族救星 这叫低级红 高级黑跟低级红 有时候是在一夕之间 所以说呢 关键在于啊 习近平没办法被人家开玩笑 你叫他习大大 他就生气嘛 害怕有人妄议中央 结果呢 用红头文件告诉全中国的人民跟媒体 千万不要高级黑或低级红 简单来讲 你不要给我搞反串 或是呢 透过一些相声梗啊 或是网红的桥段呢 偷偷骂人批评习近平 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看 这是啊 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 就告诉大家说呢 所有的献鼓令是什么 所有包含啊 武侠 科幻 历史神话 穿越 传记 还有宫廷斗争的 这些呢 宫廷剧啊 或是呢 古装剧啊 通通都不能播 为什么呢 因为高级黑跟低级红的思想源源 或是呢 你的桥段的启发 就是来自于啊 这些古装剧嘛 所以他做第二件事情 这样做还不够 什么叫造神呢 伟大领导不容这个挑战 结果马云的团队开发出来一个APP 叫做学习强权 学习强权干嘛呢 因为中国现在实行社会 新有批比制度 你只要下载学习强权 帮你先充值啊 给你30分 每天呢 只要呢 阅读学习强权里面的 领导的讲话 甚至分享呢 再给你20分 为什么呢 怕你不够扣啊 大家纷纷去抢这东西来下载 为什么呢 你的社会信用评比制度啊 要是不及格的话 你不能买高铁票 你不能呢 坐所谓的飞机 所以每个人呢 纷纷正式正确 去下载这玩意 如果你是一家中国的企业 你看到的言论的尺度 是这么的紧缩 好像呢 什么东西都不能批评 如果你在看到啊 哇国有企业啊 所谓的BAT三本柱啊 被龟口管理啊 马云啊 这个马化腾啊 还有所谓李叶宏啊 BAT三本柱 阿里巴巴 还有呢百度 还有呢 所谓的腾讯 都被退休了嘛 所以BAT是这样子来 简单来讲BAT是 蝶蝠 刚好是这三家公司的缩写嘛 你的财产都被龟口管理了 因为什么呢 阿里巴巴现金流量的储值 搞不好大过央行 百度呢 跟腾讯呢 决定你收什么 跟你看什么 这对中共来讲 你好像比我还大嘛 所以说呢 我可以把你扶持起来 我也可以把你收回来 所以呢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之下 很简单嘛 中国的所有国有企业 或是所有的民营企业 他害怕被龟口管理 他每天都要下载APP 每天都要看领导的讲话 所以说他必须做自我的思想审查 什么要做思想审查呢 如果我不政治正确 如果我不明左勿右 如果呢 我没有政治的警觉性 那我的下场 BAT下场还好的 如果说呢 你要是下场一个不好 本节目讲过很多次了 你就变肖建华 到现在失踪了 或是呢 那个海航的王健啊 在7月3号 王岐山干的嘛 还故意选7月3号 被摔死啊 所以厂商必须要自我审查 这就是要让你心生畏惧 必须政治正确 那台湾在两岸关系之中 哪有什么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政治的 经济归经济的呢 我们不是有很多台商 被迫表态吗 陈水扁实习 张慧妹只唱了国歌 然后呢 你的代理权就被取消 许文龙是因为啊 他经营奇美 但是他要你跟民进党 跟台独划清界限 要写四百姓 那这两年以来 我们看到更多的吧 不论是宋云化 不论是呢 武宝春 不论是一方水果茶 那被人被迫表态吧 他到底心生恐惧嘛 老是有钱 你要不要有这边赚钱 如果想赚的话 请你自己自我表态 坦白重宽 抗拒重言 这不就共产党斗争的逻辑吗 那请各位注意哦 这些人叫什么 这些人叫厂商 在商言商 他为了中国市场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波特王 这么勇敢 有些人心生恐惧嘛 他总是呢 出于无奈 人在屋檐下 那韩国瑜说的那什么话 什么叫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经济 叫厂商不要谴责波特王 请各位了解 请问韩国瑜是厂商吗 请问韩国瑜是商人吗 他为什么自己要自我审查 他为什么自己呢 被迫表态 如果你是厂商 那你就回去做生意 刚才呢 我们的大数据专家说 我一直觉得 韩国瑜是被耽误的艺人嘛 如果他去演脱口秀啊 尤其是艺人脱口秀 他可以唱作俱佳 左边演他自己 右边还是演他自己 无所不在啊 但是关键是 他今天要选的是 中华民国总统 很多的民调显示 为什么蔡英文 比较能够捍卫台湾的主权 为什么蔡英文呢 存在两岸关系 大比较有信任感 因为关键就在 这件事情的态度上 你韩国瑜可以 大致地告诉大家 那只黑手 一直在控制啊 中国的经济 跟两岸的经济 逼人表态啊 不是民主的选择 逼人表态 违反台湾的人权 违反所谓台湾的呢 民主政策的意涵 结果呢 他什么都不敢讲 什么不敢讲 结果是什么呢 因为他内心 已经做好了 思想的自我审查 如果这样的人 当总统 你相信 他能捍卫台湾的民主 他能捍卫我们的主权 所谓的国家安全 台湾有钱 我认为根本就是网红的空话 所以我奉劝大家 韩国瑜啊 你也可以像波特尔一样 你蛮会聊韩粉的嘛 你蛮会讲这些啊 蛮具有戏剧力的话嘛 所以我的学生 最后啊 跟我分享个故事是 老师我们去中国交流很可怜 我说为什么呢 还好我跟你一样 我们念国立政治大学 我念国立政治大学 国立两个字被遮掉 我说蛮好的啊 还是有政治大学啊 老师你知道我们同行的 那个国立中央大学啊 这个有够可怜的 既不是国立 基本上国立 也不能中央 统统被遮掉 只是要叫台湾的大学 我说蛮好的嘛 他已经变台湾大学了嘛 这就是呢 亲身经验的矮话 所以学生都懂得是 或是呢 厂商都了解的事情 这叫做庶民 这叫做真实的感受啦 韩国瑜 坏的地方是 东亚所教的啊 基本上我会的 你也会啊 但是呢 你故意装傻 把两岸经贸关系 把中国经济搞成 什么政治归政治 经济归政治 中国从来就没有独立的厂商 都没有独立的企业跟社会团体 两岸关系呢 有你的受制于他 这一点韩国瑜 你始终不敢讲清楚 那我说你居心何在 是 中国会出得了一个撩 习近平的波特王吗 我看恐怕应该很难 因为他们没有呼吸 自由的空气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不只是这一次选举 其实往后有更多的选举 等一下我们要请教的是李明贤 在年轻世代 这样一个新现象 你能够不理吗 可是Mass我想请教的是 因为韩国瑜社团遭到下架 而且这是一个 多达有15万人次的 韩国瑜的后援会嘛 对不对 算是一个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而已哦 下架是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后援会脸书的粉丝团 被网友发现 被消失同时呢因为发现说 说违反了FB的相关的规定 不只是他 事实上非常非常多 有18个粉丝专业 包括99个社团 51个多重账号里头 但是现在FB不愿意公布删除的粉丝专业 确切有哪些 我想请教 这个反映出什么样情形 而且为什么出现 被移除之后 为什么韩国瑜的声量 就会因此消减了 18%大幅的滑落 为什么 其实韩国瑜的社团 总共加起来 挺韩国瑜的社团就那么多 一下子被消除了几十个 然后几十个社团 每个社团都是几万人 几万人几万人 顺时之间 它能够有发声的管道 就少了很多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其实FB这一次 不是单单消除社团 它删除非常多的账号 那有很多账号可能同时是 几个社团的管理员 或者是踊跃的发言人 那这些账号同时被删除 那自然而然 帮韩国瑜散播他的 就是他的贴文 散播他的舆论影响力的 那些账号也没了 那有很多人就是会说 这是不是比如说 民进党做的或什么 其实实际上来说并不是 因为真正最大的原因在于说 脸书从今年的 7到8月开始 他们就抓所谓的假账号 抓得很凶 那脸书 脸书怎么定义一个 假账号就是 你的发文量 跟你分享量不成正比 因为有很多账号 你在看他分享了 非常多贴文 可是实际上 你去点进他脸书来看 他没有在发文的 他也没有在更新动态 他根本就 甚至没有几个好友 但他加了一两百个社团 可能加了 比如说国民党 就加了七八十个 民进党也加了七八十个 就加一堆社团 但每个 只要一由某一个 他们特定支持的候选人 一发文 马上社团就扩散出去 可是这些账号 就是脸书定义的假账号 僵尸账号 对 他们不是 他们活着 他们只是 有在动 对有在动 所以他们是活着的账号 但是这些账号 可能背后都只被一个人 或一个团体所控制的 脸书现在在致力于消除这些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主要要消除的是 假消息 假讯息跟假散播 对 今年度他们要打击的是这件事情 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地方选举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地方选举 我在想脸书应该是因为 去年地方选举的一些经验 然后 导致他们这一次选举 包括像现在你的选举 你包括你要 如果你是正常候选人 你要正常去做散播 投广告 你都必须要 写清楚你的赞助人是谁 赞助人 甚至赞助人背后的 必须要有台湾的ID 对 赞助人背后 他的身份证 如果他是公司的话 要有公司的登记地 因为像我有在帮人家 做脸书投放 那如果你只是一般的 一般的商业广告 那就没关系 对 但是只要是跟政治 有一点点关系的 你如果没有过 他绝对不会让你审核通过 甚至会影响到你这个 粉丝专业就直接被下架掉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相对而言 那些被删掉的很多粉专 还有什么社团 还有账号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 有些是触犯了 这些脸书的规定 有些是散播 脸书认定 还有脸书还有一点就是 他认定在一个月内 达到三次 就是他们有一个 独立审查机构 他们想要达到三次认定说 你有散布不实的谣言留言 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说假设他现在说 新台湾加入这个节目 姚老师乱讲话 或者是谁乱讲话 讲出去 然后他把随便截了一张 姚老师讲话图 然后丢上去 那被他们抓到 他们就 你这个根本没有写清楚 他乱讲在哪里 你就说这个人乱讲 这就是一个不实散布 只要一个月达到三次 这个社团就会被强制停止 那如果 如果一个月内 你没有给脸书正式的回复 他就把你的社团直接关闭 对 所以现在他的账号 有可能有些脸书是直接被停止 有些是真的直接就被关闭 不一定 大概是这种状况 是你知道这个现象 我相信对韩国瑜是有所冲击的 有人说也因为下架之后呢 为什么他声量大幅滑落 可以看出来 可能就是呈现都是同温层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相信韩国瑜二零一八 他的声量是如日中天 他是声量二零一八 在当时大选里头声量是最高的 那二零一九变成是蔡英文吗 可是我相信韩式语言 韩式语录一直是他带动声量的 非常关键 到现在他有放弃吗 我看是没有放弃 因为昨天又出现了猪八戒们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感谢 谢谢 谢谢 来来 你们朋友向后 这一句骑马 奔向胜利 台湾人权 人民有权 韩国瑜 共产 韩国瑜 共产 中东 韩国瑜 中东 韩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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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 韩国瑜 像这些捏造重伤抹黑的剧情 在中间当导演的是谁 男主角是谁 编剧是谁 攻击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这些人 都是猪八戒 伤害台湾的民族 如果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 指责没有问题 完全是重伤跟捏造的 当然这些人 我用猪八戒来形容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那我请教的是 库林大哥 如果我们看2018到现在 帮他做一个整理 什么擦擦眼 又是一些粗话 脏话等等 某一种程度 的确2018可以带动声量 可是现在2019看到蔡英文总统 同样达到了高声量 可是蔡总统有因此说一些 什么什么眼吗 有吗 有说一些什么女性动不动 就讲女性的一些生殖器 或在身体上做文章 而换取声量吗 没有啊 来库林大哥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露出他的真面目 他说他为真不破 为真不破 我翻译给你听 就叫做狗赶不了吃死 所以他每隔一阵子 他就一定要讲这样的话出来 所以光是一个屁股 屁股毛啊 什么叉皮 西瓜皮啊 什么眼啊 所以这种东西 当你不断 你一次出现 大家觉得说 也许你是好玩 也许是口 可是当你不断出现 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人就是绕着那边 在思考 所以那个菜市场的那个阿桑都在骂 他说你没说卡村 你写死 泰国贵 这就是这种很不好的这种反应 那事实上高雄市政做得好不好 他刚刚自己讲的都是鬼扯 他说什么修路什么一千条 清水沟两万公里 哪一个县市长没有在做这个 这个好意思拿出来做 还是什么灯比较亮 我在高雄做了六七年的 从来路灯就没有不亮过 什么时候灯比较亮了 就那边鬼扯 然后他说他说观光客增加 可是观光客增加是因为 中央政府做这个住房补助 旅游补助的关系 所以是全台湾都在增加的 那不是他的成绩 他说外销农产品成长一百九 百分之一百九十 问题是 是成长没有说 但是问题是你订单是拿一百亿 结果你一年只有六亿 你的达成率这么低 你什么时候要完成 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百亿 所以你反而就是在碰烘嘛 包括他讲的 他说青年局发展基金要三十五亿 结果你知道木耀多少钱三千万 差距有多少 这些你为什么都不讲清楚 所以他完全 我们再讲一个最简单的 全台湾土地的交易 三千零六十九亿 六都五都里面全部都是上涨 只有高雄是两百三十八亿 是负四十八百分之四十八 等于剪掉 真正剪掉一半 所以你说高雄整个好不好 高雄整个市况好不好 最重要就是说 他耍赖就是 大家就要问嘛 摩天人在哪里 赛车场在哪里 赛马场在哪里 阿诺史瓦辛格在哪里 他说谁说的 白子黑字才算 你注意注意 他的真正竞选的政界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然后他自己说 我的政绩是什么 包括刚刚讲的冷冰冰的数字 入一千条什么 两万公里的这个淤泥 那他居然把庆赋案 移送法办 这个也算他的政绩 然后礼毅廉耻挂回每个学校去 这也叫政绩 礼毅廉耻挂回学校 那要不要把那个 宗教人在信仪和平也挂回去 然后青年十二所折也挂回去 那你不是更多政绩了吗 所以我们高雄人 清清楚楚看到就说 你就是一事无成吧 你一个代理市长 叶匡时 你一个轻轨 听证一年 然后说还决定远路线 远路线说要召接 还要再一年 前早就来了 然后你至少还两年 你还不会动 别的地方已经坐好 在那边等了 然后呢 你做一个代理市长 你的捷运要延伸到林园 你的捷运局长副局长 已经好几次到屏东去会刊 他居然不知道 他也学韩国人说谁说的 真的那个草包病毒是会感染的 然后他有没有什么担当 一德路的夜市 因为马路在用马路关系被取消 那摊商当然去澄勤 因为把他改到凯咸夜市去 可是声音又不好 所以他们就来澄勤 你知道这些人去高雄市政府澄勤的时候 叶匡时在市政府里面 从后门跑掉 他连出来建摊商 阶层群术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你说高雄市 你告诉我高雄市哪里做得好 你告诉我哪里做得好 我看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全国所有县市倒数第一名 那是假的吗 你六都最后一名 那是假的吗 那都是真的 所以现在我跟妳讲 不只是他 现在不只是要罢免他 你知道台中市有一个 要罢免卢秀燕的团体 台中啊 对要罢免卢秀燕 然后他们这次要包游染车 来高雄支援这个罢寒的行动 这个活动整个就叫做 沉鱼落燕 把鱼沉下来 把燕落下来 所以那台中你就 你就管好你台中的事情 他们现在先低波 先来声援寒 因为你自己 你自己也莫名其妙 你说海内外都来支持我挺寒 然后说你外线市的没资格 不准来罢寒 很奇怪 我是来罢寒 支持这个行动 我又不是来投罢免票 你有什么资格 那你回头记得 他当初前市长都讲什么 他说在 我如果在高雄 我当高雄市长 我一定不准任何政治活动 你还记得这句话吗 对啊 这就是部落他的 最原始的惊叛 政治要零分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呢 你现在在干什么事情 你就顾 你还在那边号召大家来挺你 所以我觉得整个 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说 你到现在还在讲 我完全没有对不起高雄人 你讲一句对不起会死吗 对不对 你讲一句对不起会死吗 你就说啊 拍谁 我有付大家的期望 这样没有好好做完 那等我选上总统 或者我没选上 我再回来好好做 大家心里也舒服一点吗 但是他现在 是不是真的很紧张 来 因为我想请教 我们把它整理他的行程 今天他的行程 有 他等一下我秀出 应该下午三点半来说 有一个百工百业 有林博锋所带领的工商业 那么力挺韩国瑜的行动 这是下午的三点十分 那随即三点五十五分 在台北 今天两个行程都在台北 这是全国台北市劳工后援会 我们看到在这今天的行程 我们把它往前看会发现说 他的这几天的行程还蛮 看得出来有一点点 focus在高雄 你看礼拜一 礼拜一 从下午的两点十分高雄的寿天宫 高雄浪漫新据点 小岗丰延庆 包括资讯交易向前行 通通已经是礼拜一 已经通通都在高雄 再往前看六日的部分 也有集中在高雄的部分 我看好像真的怕了 回防高雄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现在的态势里头 你觉得真的可能会双杀吗 而现在回防到高雄的用意 说真的对很多老百姓来讲 担心的是什么 暴动 造成社会的动荡 有可能会翻转选情 虽然从民调里头差距这么大 可是你也很难讲 来因为怎么看 目前这样的发展 其实因为整个大选 现在即将要到来的 一二二一的这场游行 将会是大选靠近 最后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韩国瑜为了一二二一的游行 他召开一个记者会 他告诉大家说 你们没有投过我的票 你们凭什么要来罢韩 然后盛局还指称 这民进党都在动员游览车 要吃双煮菜便当 好了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现在在网路上面 你可以看到的 那这个是韩国瑜 现在可以看到在 一二二一的时候的 动员的名单 那这份的动员名单呢 来自于台北 台北 台北 好 这是第一页 第二页呢 来自于中部 你看到基隆 嘉义 然后新竹苗栗 各县市 各地方的韩家军 那他们要动员的 这个动员表 很有趣的是在第三页 各位你有看到吗 来自于嘉义县 统促党 罗郡党部 即立委候选人 他也要动员到 一二二一到高雄 去参加这场的游行 目前已知呢 我们刚看到的 这些的动员呢 他动员的这个车次 他们已经订了 600辆的游览车 几乎他不是说 都是国防部 把它租走了吗 一年都不给别人租吗 就后来原来是 你们大家也租走了 现在目前呢 这个统计起来 大概有600辆 你动员这么多人 你不是告诉大家说 你这场 大家都是来挺寒的吗 你是要庆祝 这个高雄周年庆吗 不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 那你干嘛要动员呢 光荣高雄嘛 周年庆 他是要周年庆 那你为什么要动员 这些人来呢 而且告诉你了 因为刚才讲到 WeCare这场游行 其实包括激进党 也是主办单位 然后还有包括了 这个高雄气暴 那很多的不同的 这主办单位 一直告诉他 很担心说民众 如果一旦上街了以后 韩粉过去的记录 是很不好的 还记得吗 他们可以去冲到广德家 去骂那个 18岁的妹妹 然后还在这个大街上面 在那边跳街舞 跑到宾果市里面唱卡拉OK 所以大家很怕说 在当天会起冲突 因此呢 我们希望说 韩国瑜 你是不是当家不闹事 这个是你后来的 后办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改一天 你可以提早一天 或者是再延后一天 甚至在更靠近选举的时候 这不是都更好 没办法啦 这个高雄市警察局局长都准啦 对 所以只有一个 就是刚才小军告诉我们的 他现在他早就没有专心 他没有把心思放在选举上面 他没有把心思放在 总统大选上面 这个可以从他的行为模式 你就可以知道 这边哪一个选总统的候选人 你会看到他动不动 就是整天没行程 这边一整天的行程 就是睡到中午 这边就晚上才出现 有的时候到晚上 傍晚才取消了晚上 两个扫街的一个行程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他像他前几天在讲说 要从那个大社坐到佛光山 然后坐到哪里的 缆车 缆车 要坐四公里的缆车 拜托 先大社 大社坐到一大世界 然后去连接佛光山 这些都是在你高雄市境内 可以立刻坐嘛 你可以 你不用去选总统 你高兴坐 你的预算编列 可行性评估 赶快坐一坐 你要盖就可以盖啦 所以我们韩国瑜 高山 韩国瑜 韩国瑜 高山 韩国瑜 高山 这次选举 事实上 我们的选情 大家不要怕 不要怕 看我跟张院长 灿烂的笑 就知道 我们的选情是 高山 高山 韩国瑜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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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算 就发生一个台南 粉丝的名案 夭壽骨 已经几十年 没在出粉丝案了 娶英文这些 学习的女婦 九年五月一间 再来英雄一间 再来台南一间 像这些衰的人做总统 要让努力啦 对不对 对 这牛票 选举的群球在建筑 柯智恩的妇女后院会成立 现场做了满满的婆婆妈妈 来帮忙站台的谢龙介 频频大赞 女性的勇敢气魄 因为我从台湖里的军队 拜托也好 听声就没有一个女儿 我现在没在用女儿 我都跟你说 你来拜托 你拜托 你来拜托 你去牛票 签门不可 你来要替柯智恩 就你出你牛票 因为三个人牛票 可以挖到怯 可以挖到胖子 你能挖到 你挖到胖子 有挖不定 都走去就挖去 女人拉票拉到房间 谢龙介没解释 倒是婆婆妈妈听懂了 哈哈大笑 来 柏惟 韩国瑜的内心事件 你觉得呢 真的是恐惧吗 在想什么 这要从国民党的 造成结构开始讲 是 我问大家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国民党靠着 地平派的还存在什么 除了台北有一些看起来的小清新 李明贤 这样子可很可爱上节目 吸引中间学民 你叫李明贤叫小清新 就见面三分寻了 所以你会看到 国民党如果没有地方派 基本上是没有东莞的状况 他要不要支持这些 因为只要是这个土地 市场中出来的人 一定是支持台湾本土嘛 那地方派 因为过去 政治结构 势力的关系 他去让中国国民党去收入 来做到这个行政支援的缩出 所以他们也感觉说 就来了 就要这个维持自己的政党性 所以必须要油翼漂白 继续留在国民党里面 为什么说这很重要呢 高雄的地方派的是什么 欧经兵 英雄 刚才说这个 缆车是什么 林役所 新云 所以表示说 他在做这些事情 时时 他拉攏地方派系 要开支票 红帖嘛 但问题是 去年 你开支票 这个杨秋新跟王津平 结果有两个跳准 很想起 表示你开支票做不到嘛 这个时刻 他高雄骗骗的 没办法 走去专百万骗 这个时刻 包括张隆卫 傅昆吉 延亲彪丁丁 大家开始观望 听你感觉好 因为你怎么知道 地方派的 等于以来 由开始民主政治到正式 他是哪里都好 甚至是哪红都好 甚至是只要黑白都好 就是你只要可以维持 我政党的利益结构 如果这样 我这个政府要支持什么 我都没意见 所以韩国瑜现在行骗全台湾 我可以说 跟去年不一样 去年我青菜开支票 大家都会信 你看我骑山 山山造势 王津平 因为就很把我帮来 再加上我这边的 沙滨市的这样子 或是说这个特定媒体族群 把抗出来的这些人 架起来 像在赛民不错 但是现在全台湾 走走 没有特定很漂亮 所以他的发表说 不行 那我会拿其他的技巧 或是拿其他的武器 出来跟民政党对下 那我请问各位 韩国瑜 他的兵药库 武器库在这里 就在高雄 因为他是高雄市長 他有行政主委 包括他人事调动 他整个高雄市政府 他的这些夫人帮 这个宦官弄成 在那外面外期嘛 涼民文化 叫涼民官公 叫涼民电影 他的副官长 涼民文化中心的副治行长 一个人 一个人跳四位 那是怎么 你是整个全台湾文化 都给你刮 好不好 所以他现在 他当高雄 回防高雄 我认为不是回防高雄 他回去拿武器要出来摄台 回去第一件事 先说无天论 你们这些都卡无 来第二件事 我要开车车 你如果不开车 开101985楼的车车 第三个 他就开始说什么 说到我这边 如果1221 这是百含是 高雄人的事 大家都不要来 结果刚才看 我主要动员六百只 为全台湾来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第一 回来找温暖 因为他专台湾的 这个状况 状况不好 回来找温暖 第二 回来找温暖 看看 今天绿党 所公布的民调里头 过半 因为其他地方 不希望他选总统 甚至支持度 各方面 都很差 因为就是外面找不温暖 不知道回来找温暖 外面 外面 冠冠冠冠 回来 第二 找武器 收台 第三 一 二 一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要提倡 要做他 去年的 三三造势的重造 是怎么这么说 去年 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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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的地方 其实在高雄 你看汉子和图子 他们两个 其实某一个 政党 他们继续 经营了很久 韩国路 那个时候 开始 新闻没有播 三三造势 后 碰一个 国民党 全台湾都赢 高雄赢 全台湾都赢 那这次 他也要重新炮制 你看最近的新闻 又开始出现什么 今天中国时报 头条 喜乐岛攻击民进党的言论 那再来 这个三千亿 最近又走出来了 好 同分的议题 走出来了 一些 过去讨厌民进党 大集结 而且造成 街头 当完的 那个卫民 就是韩国路 要的卫民 所以回防高雄 这三个目中 如果让他做得到 大家国民党最后的希望 就是韩国路 在高雄 重新回复 这个时候 当然我知道 民主派 这有两个 生云 一个是说 我们要去逼人 有一个人 是说我们这边 不用冲突 我是在这里 跟大家建议 我说一个背景 就好了 香港民队政府的 他们愿意走出来 他们是一个 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的国家 他们愿意走出来 台湾 其实民主的世带 就是透油 中街头 透油 投票 来表达到 集体的意志 所以希望说 如果你们支持 这样你就应该要参加 如果你们反对 如果这样 你继续 不要幽默 不歌是不堵 这是一个 大規模 全台 影响全台湾 这是我的报告 如果一二二一可以好好的观察 三千名的警力部署 是不是其实是刚刚好而已 因为双方面这边二十万也二十万 还有很多地方重叠是有可能会互相呛响 但是明显我想请教我实在不太了解 因为这两天都说上万民 上万民的韩粉要入党 那国民党变成国语党吗 韩流会是国民党的唯一主力吗 黄复兴党部还在吗 据说现在黄复兴党部呈现分裂 那分裂一个关键据说跟吴思怀有关系 所以下架吴思怀现在变成全民运动之外 好像也变成是黄复兴党部里面的这种分裂 甚至带来国民党内部口拒还是斗争的另外一个因素 我觉得很有趣 今天我引用靖周刊的一个报道 靖周刊说呢 他会夹带吴思怀来站台 为什么 他说国民党很多立委的选将建立一个猪队友 预警系统 猪队友预警系统 一共国民党呢因为推出这个吴思怀跟前警察大学教授 叶玉兰名列不分区的立委的安全名单引起红统的争议之后呢 现在变相变成了绿营选战的一个打点 这个剑靶之外呢 冲击到自家区域还出了一个国民党自家区域的立委选情 他说不少的国民党立法院对于双保 双保浮选站台呢 禁械不明五五波的激战选区呢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甚至私下设立通报系统 严防呢被猪队友突击 哇 怎么会这样啊 说他们现在很担心会突击来辅选啊 争相走告一定要建立这个所谓的预警系统 因为为了多位选情领先的栏尾很担心他们被突袭 所以呢事先互相私下通报 小心他会夹带吴思怀来来 提醒如果接到陈振乡这些人来电话 说要到选区走走最好先问清楚 还有谁会陪同 哎怎么变成这样啊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担心不分区立委来站台 来突袭浮选怎么会这样 第一个部门区名单拿的 董事实在科论的是 当然有一些我有被主席征询到 我有把相关的意见 我有跟他转达 他说当初要拿吴思怀的是 我也是保留意见 我认为提这个名单是有正义 不是说吴思怀人不好还是怎样 提出来我认为说 民党会把他当作是一个打点 因为两岸政策到最后一定是 选举最后攻防 可是当国民党确定成为提吴思怀 然后送到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全党就要概括承受 就是说当然要替这份名单要做辩护 我觉得这最基本的立场 你说下架吴思怀变成全民的运动 我觉得这也言过其始 当然民党一定会弄的 一定三个来弄的 就不说下架吴思怀 民党一定会当作打点 可是一样啊 因为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一样也有打点可以做 那你们为什么国民党立委不要呢 为什么他们立委双榜 第一个啦 怕人家来突袭服权为什么 下架柯建民 那个也是有人在谈 至少他在官体决定 也是有打点可以打 吴思怀当然啦 我就说我认为说他到大陆 出席观光活动 那个我是反对 我不可能会赞行 所以因为你那个记录留着 当然被打 立委来说 立委就在保佑双棋也知道 立委你来争取过半加一票 你要争取过半 当如果他有争议存在的时候 过去就要减少争议 所以对我们来说 有一些比较五五波的选区 当然希望说有加分 来有加分 如果造成新闻话题 变成模糊焦点的话 那当然就是对立委来讲不好 那你说他刚才说像林毅华大安嘛 贝宏泰应该是信义区嘛 是不是信义区 面对这些超级战区 过去的警问 现在提早都在站街头 没有啦 你也不会知道 差不多选离委的时候 现任的差不多最后 一个月就差不多站在路口了 都这样 那本色车都有 但是对国民党来说 台北市没过去 那我们这个是属性 因为选去不可能 你说啊 现在一定闻贏的啊 如果林毅自己闻的 那没了都一定剩下的啦 所以现在是 我觉得 妖子最紧张的时候 不过对国民党来讲 第一个大选区 跟总统选举同样 看一个试 如果国民党的试好 立委本来就水涨船高嘛 那当然 你现在台北市八区呢 哪一区的试好 我们不可能说哪一区试好啦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超级战区 听一说呢 有一位关键性人士 为这个超级战区 会带来关键性的影响 这是蒋万安跟吴英龙 那这个关键性的人物是谁呢 等一下会告诉你 来先看一下 这是在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 可以说是超级战区 当中的超级战区 中山跟北松山 因为吴英龙呢 迎战的是蒋万安 蒋万安 极有可能会落选吗 我们从吴英龙这一个守护台湾 从投票开始影片来看起 这里 是我小时候练习 穿街球的公园 这是妹妹跟我放学时 等车回家的阶梯 这一碗 是妈妈跟我最爱吃的面 这是父亲把台湾的民主故事 一页一页说给我听的地方 从附警街到芝加哥 从中环回到台北 走遍世界一圈 我始终都没有忘记 我要回家 三十二岁的时候 我离开香港 回到这里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启程环岛 拥抱我的故乡 陆军特战退伍之后 我成为公民记者 那段时间我深入社会议题 看见真相 也让我看到 还有很多的工作等着我们 每一个台湾人 都在努力打拼 努力生活 每一个台湾人 都是成就台湾美好的原因 也是守护家园的关键 我希望尽我所能 为台湾 为我们的家奋斗到底 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 都能继续自由 安全地过着生活 我是吴怡农 让我们一起来 团结台湾人 此刻的台湾 吴怡农传达事 你觉得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呢 你希望台湾的未来 会是什么模样呢 继续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是讲万安 今天麦人处得全部做公益 捐助给流浪所公益团体 我们有满百种金形 拉冰 静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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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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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 1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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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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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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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二个他有郭家军的加持 这个每一个都有三五%的实力 所以就使得现在高嘉佑的声势蛮高的 在家里燕秀他自己本身国民党 在我现在的了解 我前两天还碰到一位 大概熟悉地方的人士 并没有说像上次那么样的团结 那所以是不是这一席民进党可以多拿下来 这看最后三十天不到三十天 这一个有没有其他的突发事件 或者气势的影响 吴思怀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叫做吴思怀因素 在台北几乎每个选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那我相信蒋冠安安绝对碰都不敢碰 这一位先生 那不要讲让他站台或者让他同框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就拿最明显的林长佐跟林玉芳 林玉芳 OK 对林长佐跟林玉芳 这最明显的 中正 北中正跟万华 吴思怀因素在这里发挥的 哇 姚老师上次也很接近 也非常近来 林玉芳也是高票落选 对 我现在讲的都是 我认为五五波的地方 虽然有五五波领先个一趴 两趴 三趴 有些落后一趴 两趴 三趴 可是三趴之内在民调上来讲 其实就是平盘了 吴林长佐因为林玉芳 是长期的国防委员 所以当林长佐把吴思怀 跟林玉芳同框来做诉求的时候 对于林玉芳来讲 他当然就会送到很大很大的压力 这是没有办法 他一句话 因为他的问题很清楚 全部都是下架吴思怀 说你要将来国防委员会 这个人跟吴思怀做在一起吗 这个话对于林长 对于吴林玉芳来讲 当然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那这是第一第二选拯 国民党宣布说 这个部分区立法院 在我们即选拿到席次之后 不会让他就任 国民党 有没有可能他都宣布 这个做不动 没有这前例 这个做不动 不过下架吴思怀 吴思怀自己说 我又不是选总统 干嘛要下架我 我觉得连国民党都没有 他现在就好 没有这种警觉 他根本不应该说话 他说话根本没有 因为你就是把国民党 往中国那边推嘛 你只要存在那边 大家就想到国民党 就是跟共产党一路的嘛 那你们主席 好像也故意要害国民党 又找一个邱毅来 邱毅大家就想到蔡振元 对不对 又找一个蔡振元来 那去正义兄弟 大家就又想到邱毅 邱毅也没在里面 没在里面 对啊 但是你蔡振元又唤起 大家对邱毅 邱毅本来你也要拿这个 然后再来一个张写药 张写药是被马英九 怀疑是共产党的人 当然后来是无罪了 可是就是说你又 真的没在里面 你又再提升一个 中国的这种形象 林毅芳会不要他吗 没有啦 然后林毅化会不要他吗 这不是素性啦 包括你看 贝鸿太不要他吗 賴斯堡会不要他吗 现在有许多的 国民党的立委 在找郭台铭 要找郭台铭来站台 而不要韩国瑜来站台 而且你看韩国瑜去那个 高雄那个 黄韵涵那里 是是 跑掉耶 黄韵涵跑掉耶 怎么会这样 对啊 韩国瑜来 你还不赶快迎接 还给你照射 结果这次韩国瑜要去 他干脆就溜掉了 所以你台中咧 也是这样啊 盐宽恒不找他吗 宽恒比较聰 他在那个柯南的地方 他就找韩国瑜 在上队 中间的参名 比较多的欧力 他就找竹力链 不然我问一个很简单 你天海是怎么不找韩国瑜 对不对 这个表示说 其实他有选得上 事实上 他的工房 他们做这个 磅礡的穿衣 也给我报告 说一开始是1比1 1兆有的 1兆没有的 现在差不多是1比5 1兆有的 5兆没有的 如果没想这个 那种看破的咖啡